触发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当事人 在台湾杀害女友的香港嫌犯陈同佳 去年10月因洗黑钱罪在香港刑满出狱 他曾说愿意赴台自首 至今近一年仍未成行 根据香港头条日报最新消息 陈同佳已通知台湾代表律师联络相关部门 处理回台自首安排 期望10月之内成行 协助陈同佳的管号名牧师 还发放一段陈同佳的录音 潘晓英母亲透过中间人回应指出 陈同佳出狱后一直没有现身 不肯定录音是否为陈同佳本人或何时录音 希望他现身在媒体面前重申承诺 香港保安局表示 若陈同佳愿意赴台自首及受审 并获台方同意 特区政府会提供可行协助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丁一鸣二号也表示 若陈同佳确定要来台湾面对司法 可随时直接与投案窗口联络 寻官方管道处理 我们重申 国方刑事警察局与港方的警务处 已经建立了一个单一的联系窗口 如果陈贤确定要来台湾面对司法 随时可以透过窗口联络 相关事宜以准备就绪 一切依法办理